不良人第五季 银沟的功法到底是什么 九幽玄天神功境可能只是银沟功法的分支 要知道九幽玄天神功 是不良人前期非常强悍的功法 明帝和鬼王就是修炼了这个功法 成为了大天位高手 实力非常恐怖 但他们仅仅修炼了下篇 可想而知 如果是修炼全篇的九幽玄天神功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那么银沟所修炼的功法 和他有没有联系呢 九幽玄天神功 是明帝和将臣共同创造出来的功法 分为上下两卷 明帝就是因为跳过上篇修炼了下篇 直接变成了侏儒 而鬼王号称武痴 完全是练武鬼才 就算是修炼残缺的九幽玄天神功 他依旧能够练成 并且没有副作用 黑白无常也一样 具体原因未知 但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士气重 从修炼功法 走火入魔 和烦恼还童这两点来看 银沟修炼的功法 可能就是九幽玄天神功的源头 也就是说 九幽玄天神功 可能只是银沟功法的分支 按照之前的剧情 银沟有一个弟弟 弟弟为了治好他 就开始学医 这里指的就是蚕食败退匠臣 匠臣的称号似乎是鬼医手 实力一般 但医术超绝 如此看来 银沟当年还是一个大美女 匠臣因为喜欢银沟 才不惜一切代价 给银沟找治疗的方法 不过银沟在寻医无果之后 就把身体交给了阿姐 并且退出了玄明教 匠臣是知道银沟功法的 并且还把他的功法 改成了九幽玄天神功 这个功法的力量 展现就是黑色 类似于诗器 而九幽玄天神功练到极致 就是银沟这种红色力量 原本鬼王 是有希望达到这个地步的 可惜被龙泉宝和的圣骨给解决了 而关于阿姐的情况 参考星爵 九幽有玄天 上玄下九幽 勿约而自同 生死之昭彰 射阴半射魂 无相亦无上 黑白中不化 弃海挂灵堂 阿姐的诞生 可能就是和星爵有关 当然还有一种猜测 也就是银沟 修炼了将尘创造的九幽玄天神功 走火入魔的 为此 将尘就开始弥补自己的错误 的确导演也暗示了 两种功法是有联系的 只不过 目前不能讲出来 但后期会填坑 虽然将尘目前没有登场 但是在第六季 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牢里被吸干内力 就是 他让牢里破解重生的 而且之后 牢里会和开挂一样 非常无敌 至于银沟能不能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这就要看官方安排了 可能回忆里面会出现 银沟没有变成阿姐时的样子 肯定是一位美女 对此大家怎么看